我们从第一边中已知道,农业革命是人类成为真正的人之后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就。 如果太空中的观察员将行星地球置于监视下,定期报道他所注意到的地球上的种种发展情况,他对农业的出现大概会做这样的描述。 迄今为止,一直靠采集植物和狩猎动物生活的两族人类,现在开始精心地培育某些植物和续养某些动物来生产自己的食物。 以这种新方式生活的一群群两族人类,其数量的增长是不均衡的,他们正在某些地方定居下来,在那里建造经久耐住的隐蔽所。 通常几十个隐蔽所集中在一个地方,这些地方特别是以种植植物和续养动物。 几千年后,我们想象中的这位观察员也许会注意到,这些居住在地球上的富有进取心的人,有了完全新的发展,在他们中间出现了文明。 对此,他大概会做这样的报道,大多数两族人类仍在狩猎动物和采集食物,但是,种植农作物或饲养加畜的两族人类的百分比现正在迅速地上升。 某些地区还有了值得注意的新发展。 在那些地区有一些很大的村落,村落的四周围着高墙,两族人类的成员长期地居住在这些村落里。 其中有些人不生产粮食,也不从事任何职业的工作,而是劝诱或强迫居住在一起的其他人生产剩余粮食和手工一品,为他们服务。 这一小撮人虽然不从事任何体力劳动,但是却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,这种生活是过去任何人都没有享受过的。 如果这些有关人类活动情况的报道能继续进行数千年的话,那么不仅有关人类活动的性质方面的基本变化,多半能得到描述。 而且,其活动范围方面的基本变化也将得到描述。 因为文明的成就包括技术的进步,而且正如第一编导师中所述,技术的进步转而又导致人类活动范围的相应扩大。 食物采集者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他们的狩猎场地,新石器时代农人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他们的村落附近, 而文明人的活动范围则必须扩大到远离家乡的地方。 为了保护灌溉系统的水源,他们向上游地区扩展自己的控制范围, 为了千方百计地获取建筑工人所需的木材,也金家所需的铜和锡,工匠所需的金和银, 他们向各地派出士兵和商人。 因此,古代文明与史前十七原始公社的情况不同, 其活动范围并不限于发源地附近,而是不断地向外扩展, 直到最后把整片整片的大河流域, 甚至流域周围出产种种原料的地区也都包括进去。 感谢观看